在参加晚会记得我说过 我是咱们学校的胖子 只有胖子呢 可以整个晚上的主持下来不用吃饭 但是同时造成今年的困难 就是衣服很难找 好 这么简单的一个中国风的服装之后呢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还这么孤单吗 就要感谢我们的人事处 感谢我们的处长 为我安排了一位非常美丽大方的 大家闺秀 来自于我们商学院的一位上海姑娘 有请我们的Windy 今晚非常荣幸可以和哈比一起合作 给大家主持 谢谢商学院 那希望今晚我和哈比可以合作愉快 给大家带来一个难忘的夜晚 在这里呢 仅代表科大基金会 非常欢迎在座的各位 参加2014年的新年员工聚会 过去的一年 科大基金会属下的各个单位 均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澳门科技大学在2013年的 中国两岸四地排名中 由上一年的91位 跃升至72位 而中医 中药质量研究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 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这些成长全部有赖于在座的各位同事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今晚大家会发现呢 我们的员工聚会非常的不同 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主集晚宴 看看身边的各位同事 各个光彩夺目 男士们风度翩翩 男士们在吗 风度翩翩的男士们 举一下手 可以起起身 还有我们的女士们温柔婉约 大家充分展示了东方都有的魅力 哇 非常的有特色的一个主题晚会 同时间呢 我们的晚会也为大家准备了 非常丰富的奖品DDP 您看一下台上的左方和右方 大家的正前方呢 分别有一棵挂满了历史的树 这是美其名曰 财神树也是幸运树 稍后呢抽奖呢 大家用幸运之手 将这些的幸运带回家 另外呢 我们的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